好 大家晚上 开始我们今天的讲解 又是周五了 这一周又过去了 整体上到现在为止 这一周的市场运行 实际上是偏震荡的 因为之前整个 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 什么消息 能使得市场能够突破 目前的这个震荡状态 基本上所有品种 都是在一个震荡周期里 那接下来的话 因为今天的话 这个早上起来 本来GDP的话 一般季度GDP蛮重要的 因为这是表明 美国经济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么正好 早上起来 特朗普 因为我也是看到同学 在群里面发 大概 应该是 早上的六七点钟这个时候 国内的时间 他发了一条信息 说这个GDP数值比较好 有人说 那这是为什么会发 实际上按照道理来讲 按照道理来讲 就是 公布以前是不应该提前 向市场进行一些透露 当然 特朗普其实说这个话 有一点打了擦边球 因为他并没有提到 具体的数值 如果是说 有一个具体的数值公布 那这个事情就大 因为这个事情相当于 真的是提前泄露了 具体的实践 就比如说 公布出来真的到了 四或者三 这个 那这是一个具体 那他现在说的只是一个 莫名两可的事情 那为什么他会说这个话 我觉得 主要是和他对 未来的一个美元的看法有关系 其实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也就能明白 因为之前也说了 希望美元不要走强 或者是希望美元 不要过快 直接他把美元的上涨 归于这个美联储 所以造成了这个 这件事情 那么他提前公布出来以后的话 那么结果是两种 一种是 结果不错 跟预期差不多 那么 因为预期这次蛮高的 是否能达到的 不知道 如果达不到 对吧 美元还是有可能会下行的 如果达到了 因为他提前已经公布出来 可能会比较好 比达市场也未必就有波动 当然这个的话也是看 因为现在的话 市场已经有这么大了一段时间 如果说这个时候做出 方向性的选择 也是很正常 也算黄金 目前他离 之前的这个低点 现在还有大概不到10美金 其实对于黄金来讲 不到10美金的空间 实际上很小 像这种数据的话 如果非常好 利好于美元的话 但是完全有可能会跌穿下去 那不如我们就 耐心的看一下 那之前的话我也说过 之前如果你有在三级的位置 进行放空的空单 那如果你持有到现在的话 那你应该有一个 100点左右的一个浮动 浮动的一个盈利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 你就可以去 等待一下这个GDP的数据 一旦GDP数据 向好一美元 那可能你的盈利就会扩大 那如果不向好美元 他即使上涨呢 你毕竟有一段利润 可以去可以去 对吧 可以去等待这个结果 这个就看是自己的选择 这个 也可以在盘前 比如减仓啊 或者怎么样啊 这个倒也都可以 好 那昨天的话 最后的话 不是提Facebook的啊 先提一下吧 确实是Facebook昨天这个暴跌啊 真的算是暴跌啊 跌了将近20% 你想象一下 中国的大陆的股票呢 一般跌停板 正常是10% 就它昨天一天跌了两个跌停板 市值蒸发了大概1000多亿美金 1000多亿美金是什么概念 那中国这些 一般来讲啊 中小板这些股票 大概的市值 每一只市值 大概在 20亿 10亿到20亿 或者是 反正总之在几十亿人币 什么概念 几十亿人币 换 就是我们算折中吧 大概算到20亿人币 按照现在的汇率 大概是3亿美金 可以讲 中国的一些中小企业的规模 就这么多 昨天就Facebook这个下跌跌了 跌没了400个美 中国的这个中小企业 你就可想而知 它这个下跌的 这个这个这个力度有多大 所以它也带着Nash下跌 有人说这是不是美国科技泡沫 破裂的一个标志 我倒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理论来讲 我觉得它的这个下跌 其实是 也是正常的 因为像社交软件 它任何一个社交软件 它的发 它的它的利润 利润 就是怎么体现一个社交软件的利润呢 实际上是入户群体 那现在Facebook已经发展好好多年了 基本上它的入户群已经固定下来了 那么 很难再维持以前的高增长 应该是维持不了 其实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只是在我们这种投机类的市场 其实大家之前有没有意识 有意识 但是在 这件事情当成是一种突发性事件 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但是呢 你要说Facebook一蹶不振 那倒没必 因为从目前来讲 在海外的 这个地区 就中国以外的地区 Facebook的这个使用人群 还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推特也是一样 当然这些推特盘点也是大跌的 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 应该是这个行业到了现在 它面临了一个瓶颈 就是人数增长的问题 有一些人说 有些地区可能在增长 对吧 但是可能一些地区带不了稳定的营收 就是现在对于这种社交媒体软件的 这个主要的它的营收的这些地区 已经基本上就开发完了 好 那除非是说什么呢 除非是中国打开了这个市场 对吧 让这些所谓的国外的社交媒体 重新进入到市场 那这个时候可能带动 会带动他们的 这个 可能 又一下子可能会把他们的这个市场 又带动起来 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因为知道大家可能会关心这件事情 那我们看一下市场的变化 就8点半吧 这个美国GDP 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候稍微停止一下 黄金的话呢 好像运行到一个将将要 因为现在的点位呢 就是 仅次于之前的121那个地点 当然你要说是特朗普讲话 特朗普发表这个言论的时候 他 他们言论刺激 黄金上涨以后的回落 这个 如果算的话 如果算的话 那么 那这个时候的话 略微的高一点点 今天 1217.40 对吧 那实际上如果说 因为现在问题是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下跌 是已经跌了1%了 那可能出了数据 和未必有不大动力 因为现在的波动率低 但现在的话 它整个跌幅 现在是0.25% 假设满着1%去计算的话 还有0.71左右的一个空间 如果按照我之前讲的 它曾经在上方下跌的时候 最大的下跌 当然是1.7%的话 它可以跌1.5% 比如说假设0.71%是1%的话 大概它还能跌8块钱 8块钱的话 就刚好 刚好去跌到前期的低位 如果多出去的话 可能就要破下去 不如我们就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行情 那么实际上有一个事情 必须要说一下 实际上 现在黄金美国之间 它确实是有互相的一种阻碍存在 虽然我之前没有做美 现在我也是蛮纠结的 到底要不要空美 因为实际上 我之前那个逻辑分析里 曾经说过的一点 就是说 黄金的这一轮下跌当中 每日如果也下行 它们就变成是一种 互相阻碍的一个状态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做每日做空的人 做空的人 对吧 那你看到黄金在下行 你对每日做空 就不会这么坚持 因为你黄金下行 意味着什么 美元对日元上涨的概率更高 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思维 反过来想也是一样 因为每日的这个不走墙 那么就很多人对黄金你去做空 也持有怀疑的差别 因为每日一旦下行 那么黄金很有可能 现在这种思维就变成是我们 大部分如果参与这两个品种的交易者 都会存在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反过来讲的话 可能做单一的会更加的简单一点 我之所以没进每日 就是因为它在末端的时候 我没有走出我想要的那个形态 那么如果当时走的走出来 哪怕你在113.1清零的地方 你向上能够攀升一些空间 我可能就进场 现在就反过来讲 就看世界上到底是最后是 是是怎么样 不过从实际上从我们抛开 这几天不说 我们从更大的周期看的话 每日还是在上期节奏 而黄金还是在下期节奏 这个倒是没什么争议 因为你从形态来讲 从日线来讲 从104开始 这个上涨 对吧 到现在为止 目前来看 从日级上来 这个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反过来讲 黄金呢在下跌形态 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我说是大的结构 所以建议大家 我觉得还是空黄金为主 就相当于 虽然你看当时在 正常是 我跟大家讲做空的时候 应该是在这一天 大概是在31这个附近 这一天高点是34 那么转一天的高点是32 我跟大家讲 我建议大家的止损点 最好是摆到4级 你就讲如果你是在这边 就一直持有 其实从实体部分来讲 可不可以看到了 这个地方的收盘价是31 这一根现在开盘价也是31 其实刚好和那天 你们进场的一个位置差不多 哪怕你是在 稍微低一点的位置进 实际上你的止损 会只要摆到前方去 上升 是不会触发这个止损 这一目了然 对吧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样 你现在就等于是GDP之前 带着一个稍微的一个空间获利 对吧 有一个空间获利 把我们赌一把呗 赌一把赌对了 跑下去了 100点变成 有很多可能变成300点 因为一旦破位的话 顺势走到1200 对吧 1200块的关口 我觉得很正常 那就变成300 那多年限的话 这样的话实际上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从当时我在这边或者是这边四季 我去跟大家讲 什么要做空就做空 其实这个地方是让你做空 其实还是应该啥叫 就按照 其实你说这是趋势 我觉得这是趋势 那么也是往下不断的运行的 但是呢 反过来讲 我们做一个思维的准备 就是再做一次 每日这种思维的准备 最后有没有这个上涨 假设这个跌下去 但是我还是希望它有 有的话会更好一点 只要它有拉升 并且有破位 并且有加速上行 跟随黄金 我们还是要在高位 进行一个每日的买出 高位进行一个每日的买出 我觉得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更远的时间点来看 更远的时间点来看 全球主要的这些货币体系 或这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当中 在未来的一个看 至少到明年紧缩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特别是如果欧洲和美国 在贸易上不产生争端的情况下 那么你加息 我加息 那么保持保持流动性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 因为不去加升关税的情况下 对吧 现金流保持在一定程度 在不改变现金流规模的情况下 就是你加我也加 同时紧缩 这样的话 物价也好 这样的话通胀率也好 是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平衡 反过来讲 日本也是如此 如果日本在接下来和美国达成了 这样类似的协议 我们看到最近有这个 有一些公众号 在发文章 这个可能 虽然意识到 但是我说那些文章 还是有点偏颇的 有机会我们再去讲 就说如果日本和美国也达成了 这样也是一样 因为日本他也有可能会重新回到 就是现在目前来讲 他没有明确的表示 要进行加息的这个动作 但是从更远的时间点看 对吧 有很大可能性 那么至少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像 比如说美日的这个运行 那么 他在从125下行回落 到盘中的这个运行 那么 如果说他 还要有下行的话 那么可以归纳为 有可能会在更远端的时间点 因为假设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点位 到这个点位 看到没有 他一共用了有一年 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把这个正常期都算上 算上不算这个脱离 以前的话 它可以推到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也就是讲 在一个下行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年半的时间 进行一个下行的话 那么是可以 一年半的时间 有可能会赶上 什么 赶上日本的货币的减速 日本货币减速 大概是这样 好吧 那么再看其他的品种 澳币 澳币虽然昨天有攀升 但是最终还是 现在还是 维持在这个震荡区间 也是看今天 如果今天加速下行 我觉得也正常 因为现在还是 不涨不跌的状态 就是今天目前的价格 和昨天的收盘 都在一起了 如果今天 白天没做 我们就看美国的一个消息 美国消息 如果就像特朗普说的 很好 美元上涨 那它是不是下跌 如果它下跌的话 要记住 它只离前期低点 60个点 不足1% 这个其实也是很容易 如果是方向 是要下走的话 也是很容易 就破掉了 没什么 破掉 应该是有一个 延伸的力量出现 可以这么讲 所以持有还是 是蛮重要的 当然有人说 我短线被扫掉了 我只能讲 这是持续点 可能摆得太近 这个可能会造成这种现象 因为震荡时当中 是这样 扛的好不好 所以当下扛的是好 你扛回来了 OK 包括像日元 包括像英镑 包括像欧元 对吧 你下方有单 或者是在 这个1.16附近 欧元 那你扛到现在 又扛回来了 那么 不好是在哪 就是更远端的时间点 如果有单边行情 这种状态的话 会在那种 行情下 你可能 你账户会产生 很大的风险 所以这就是相对的 短线内 看 我严格之 实际上它规避了 长期当中 那种单边行情当中 你可能会产生 更大损失的 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市场 本身来讲 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你看着现在 行为是好的 可能为未来埋下来 一些不好的一些 所谓的一些伏笔 你现在可能看似的有 所谓的 如果我怎么怎么样 对吧 然后就可以可以怎么样 这种 但是你没有去执行 那你可避免以后那种 大的亏损 这个市场本身是这样的 好 那么 其实欧远还是在震荡的 没有问题 我说到1.17上方 做空 建立就几次了 就管这个图形当中 1.17做空 目标在1.16 就是说这个点 1.17 当然这个地方没到 当然这个地方 因为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都提示大家 如果有空谈最好 1.17上方 跌到1.16 其实已经有 好几次了 当然今天也有可能就 这不是一个中轨 中间位置吗 1.16 那如果今天有数据 它跌到下方去 但是它也未必就能够延伸下去 它可能就会接下来 有一段时间 如果1.15到1.16之间 去横向运行 就是变成是区间的上 从上方阵到变成下方阵 懂得理解吗 那其他的品种呢 美加 美加 美加那些下跌 应该是算是受到原油市场影响 这个应该是OK 因为时间减少 刚好是 EIA美国的原油库存出现 然后大幅下跌 造成原油价格短期的上涨 造成它下行 这个没什么好说 但是它没有持续性 因为这件事情以后 原油市场的动力又失去了 没有这个时间点 还没有什么好消息出发 好那今天呢 这个这个GDP 不就是都是 现在其实是对市场里面 其实可能都是在等这个数据 不怕我们再过几分钟 我也就先暂停一下解盘 可以过程看一下 这个数据的波动 其他品种的话 我觉得暂时 都是这样 其实每样就瑞拉等等等等 现在都是一直在高危这个附近 其实就在整数关口 一的整数关口波动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有人说 想去单边航行有吗 没有 这个过去这段时间拿不起 除了去 这个今天三月份这一波 对吧 其实大家都有 三月份这个 每日上涨或者是 每日上涨或者是其他非美下跌 其实是一样的 过这个时期 其实都是一个 不管是宽幅还是窄幅 都算是一个震荡 瑞朗这个是一个窄幅震荡 那你 因为你上下的空间 也就是在一两百点之间 按照月份算 如果是几个月的时间 就在上下两百点 或者是一个月就在上下一百点 这都算很窄幅的行情 没有什么大的市场给大家 好吧 基本上 我们在数据之前吧 就这么多吧 看一下数据结果 说它是否会破下去 其实现在在我心里 你一定要我一直要强调一点 就是在我心里 听白天有个论务 到底方向是什么 实际上在我心里 短线是没有方向的 我判断的是一个 就是在大的结构上 你短线也许真的就是 各种数据又来回来去 甚至不排除出完这些数据 黄金牌又上去了 这都有可能 因为现在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多空都存在 多空都存在 这样的话 基本上 怎么样 基本上你就不能够去 非要去看一侧 那我看的是说是大的 就是我建议的就是 现阶段美元在加息中期 美元在回流 对吧 美元的走强概率 或者是说 由于美元的需求增加 造成其他的投资品种的需求降低 像这种尤其小黄金这种 这种这种作为贵金属 这种提高货币的这种品种 那他的需求也会相等相低 有人说在全球的消费 一定要明白一点 全球消费在每年 它基本上是固定的 就是说一年 比如说以中国 印度这些主要的黄金消费国 它一年大概消费多少黄金 是可以估算出来 因为去年和今年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真正影响到这个市场 实际上更多的是 其他方面的需求 比如说是各国央行的需求 比如说是一些这种 这种机构的需求 等等等等 包括像这种 我们知道有一些ETF 它这种需求 就是这些可能才是最重要 能够影响市场改变的一个因素 而目前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想想的 概率多一些 原油 只要黄金能够 这个 没有办法能够 将它的属性 重新回到避险 基本上我觉得 还是 不是特别 特别立项 包括最近这些时间内 随着欧洲 美国 甚至于日本和美国之间 可能贸易的问题 可能会回落 其实对市场来讲 风险反而更低 对吧 就可以这么来理解 好吧 还有两三分钟 看一下这个数据影响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黄金 其实我现在主要是 黄金 我现在倒是不是特别 认为它有什么大的问题存在 因为它总是上不去 我觉得下概率还是蛮高的 现在主要还是 澳币 今天我们要观察一下 我也说过澳币的话 但是今天能不能 就是说这个 这个星期五来一个 很大的下行 因为我现在就在等 它这个下行的结构 如果它有下行结构 我们是要准备去买入它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好吧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澳币 因为这个震荡期 只要一往下走 我随时就可能 会考虑买入了 通间行的话 实际上其实它还算 只能叫变形 因为它左侧还好 右侧的话 比较复杂 但是之前的话 我说在这边是头间形的情况下 有人说这个不对称 现在反而您可以看到 如果从这两个点连和这边连接 您看 其实反而现在时间上有点对称了 刚才是不对称 好吧 还一分钟 我先进个音 大家看看市场 我们在大概35分吧 我们再去记取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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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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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在GDP的这个数值上 去年同期 去年还比 去年还是在 不是去年 就是上一季度 还是在2.2.2 这么一个状态 那突然之间加到4 是一个很大的跨度 先不拿美国说 拿中国举例子就好 就是说中国今年的GDP中速大概市场预期会进一步的回落 大概回到6.6左右 那么如果美国在年中的时候能达到4 我们现在比如说能达到4年级 能达到4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所谓的这个 中国的GDP增长速度 其实比美国也快比较多少 以前的话中国都是19 对吧 都是这个数字 那么像198几年的时候 就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对吧 这个时候 年头在百分之十几左右 记得有一年 能达到15%以上 去听哪一年 我忘记了 就挺夸张的 而那个时候美国是多少 美国一直都是在1 这么一个水平 所以实际上这个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美国经济在复苏 这个是乌龙之一的了 就是明白 这是一个最直观的 就是它在复苏 它在增长 而我们中国在降速 在回落 虽然我们的增长速度还是比它快 但是我们是在一个下坡 它是在一个上坡 如果这个趋势能够保持下去 按照目前来看的话 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当中 可能就会持平 或者相差不多 你可以这么来思考 好 那么但是这个问题是说 这个数据虽然不如预期 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 一说到说这个话 就这么一个事情造成了 如果没特朗普说这个话 可能目前价格是在 就是在出数据之前的价格 可能是在 因为今天的高点 今天我们看一下中午的时候 大概是在2425 一直在这边 对吧 如果不出这个事情 可能现在价格还在这 那么数据出来以后 它可能是先跌到17 然后回来 或者是说下跌 比如说从25跌到22 它可能是这么一个走势 而现在它出完这个事情以后 盘前出现了下跌 等到这个数据出来以后 就回去了 所以其实来讲 现在还是蛮混乱的 那只能讲就是持有 我已经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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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的这个位置 我能进去 把之前的空间平了 要从前进去 要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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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你是 你需要到17 你可能转100多点 其实最多一点100多点 你真的能做到35吗 对吧 你就要做到35这个位置 对吧 你能平到17 180点 还没到200 所以只能是耐心的持有 加上这个耐心等待 实际上你一定要认为 它一直是比 实际上是比 所谓的这个 下方的位置 其实是不远的 现在就是美日的问题 美日的话 现在就是在111 这个地方 到底上还是下 那真的也是很纠结 因为我的方向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就没法 现在的阶段 没法去改 怎么讲 因为现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 头寸的变化是非常乱 尤其是短线 多空都会有 多单也有 空单也有 那我之所以维持之前的看法 就是我在分析的是 以前的一些 头寸的变化的位置 我认为那个地方可能还没有变 所以我还是坚持以前的那个方向 主要是这样 好吧 其他的平均 其实就真的是 你要说这个数据有影响吗 有 其实也是比较小 就现在美日从出数据的时候是 就算是20吧 现在是06 黄金的话呢 就是大概也就是 两三块钱这个样子 因为出数据的时候是20 其实都非常小 这真的是非常小的行情 但是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黄金 有人问一下没有藏 我可以建议你们 现在如果你想空 你现在还是可以空 就是如果你不想错过去 但是你又害怕 其实还是可以空 只是说你距离下方越近 你空的时候仓位越低 因为止损都是在那个位置上 那你就要把仓位调低 三级二级对吧 仓位又不一样 那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又可以空呢 因为实际上这个美元这个数据 它是一个好的数据 对吧 它是一个好数据 那么 那么它呢 只好利用这个 这个这个比喻期值 它往上加速上行了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整个白天的运行 白天运行当中呢 从昨天收盘到今天下跌之前 它实际上是没有明显的拉升 虽然说 在欧盘之前 那这个拉涨的幅度呢 比较小 大概只有一块多钱 23嘛 74嘛 到2527 一块一块钱 那如果是说从 刚才出这个数据 它为了洗一下盘 那它刚好出的数据 涨一下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涨回到之前那个区间 那刚好这个地方 你要是做空的话 反而是好 因为这个地方 刚好这个加速空间呢 将近有 刚刚有4块钱 有40个点 有40个点 往上走 按照现在来讲 如果没有力量 向上流行 那可能会下行 澳币 没到买澳币的时候 就是它其实现在就等的就是 我依照等的就是这个小定 这个横向的这个中期时间 我认为开始认为就有三次吧 你说大的话其实也是有大概三次 如果从这边算的话 这是一次 这是两次 因为它中间很多 就不好去明确的判断这个地方 耐心等吧 但是有些同学可能问澳币 或者就是用 比如说所谓的澳币 比如说你用人民币画澳币 现在的问题点是 因为人民币呢 那边在贬值 明确讲 现在是否就完结了 不清楚 所以现在的话澳币对人民币的一些汇率吧 如果单纯看澳币的话 实际上澳币一直在抵累 大概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时澳币在跌到0.7310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因为当时人民币还没有上去 澳币人民币的汇率是在5以下 是在5以下的 而现在实际上澳币是没有怎么涨的 现在是82 之前最低是10 实际上大概在这个位置可能是 差不多差 可能差1% 但是由于这个 现在不知道吗 如果知道了会跟大家讲的 但是时间的话应该是在 我判断本来判断是应该在 下个月飞动之前 所以看一下 也许 现在这阶段就这里没反应 也许 因为美盘刚开了 因为它一会儿还会有反应 可以看一下 没有价格 价格上看最后的时间点 所以现在的话是说 如果你因为有些同学想问我 因为现在人民币贬值很厉害 所以虽然澳币没到 澳币还人民币 基本上涨了很多 所以不是特别的很好 如果今天澳币 就接着说 如果今天澳币 如果一会儿GDP有反应 比如加速跌了 我是觉得到下周 周初的时候 就可能会有一个低点出来 按照逻辑来讲的话 你这一段 7点是在0.71 7480 之前这一段是0.7671 跌到这是300点 300多点 如果是71674几几 跌到300点 就大概是71几几 上以我觉得挺快 有可能 因为如果你真的破下去了 你破下去了 就可能见7250了 你到7250 说见0.71 这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 如果到里边 我觉得 会考虑哪个 好吧 数据也没什么大量 就是耐心卡 如果一会儿 对吧 现在是 有点向上力量 如果这个动力都消失了 它加速反向接着跌 我觉得都很正常 最后说下原油 比如的话 因为出了EIA以后 又横向了 其实它现在等于也是说 震大行情不连续 这是一个没有问题的 震大行情不连续的行情 就像EIA走完以后 从EIA数据凌晨2点 12点半 对吧 出这个 就国内是10点半 国内10点半 出了EIA这个数据 那么 出完数据以后 对吧 这是26号 今天已经27号了 比如讲 它经过了一天的时间 一天 其实应该是一天半的时间了 现在已经 28号了 价格是一样 都是在69.50 买 等跌 比如现在看的话 如果你等下跌 那么就是 好一点的位置是68以下 对吧 稍微差一点的位置 可能接近68 你可能加速一下 可能就要满 应该是一个震荡抬头 震荡抬头的过程 好吧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我们现在没法说 什么方向 白天有很多人问我 什么方向 谁 什么 谁问都有 我真没方向 但他问我 你你怎么还看空呢 我说我看的是大方向 我说不是现在 这个短线的随机性太强了 短线随机性太强 我说大方向 包括每日 包括 其实这个也 也没有问题吧 非美下行 这个应该可以说的不同 好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但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一下 我十分钟的时间 没办法 今年的波动就是这样 那就可以在 一个较大的波动之后 立刻停止 好 立刻再 转成一个区间震荡 合理吗 合理 这就是今年的市场特点 就要接受 这也是没办法 好吧 然后他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 好 好 好吧 然后他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 你做了 你做的事 你做的事 可以问一下 你说 你做的事 我可以问一下 我会问一下 你做的事 不是 你做的事 我会问一下 我会问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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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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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些人很郁闷 就实际上本来这么大一个数字变化 实际上没有反应 哇 OK 基本上就是这样 现在方向没法说 短线确实是要 要做的话 确实是要明确 到底你是做空还是做多 看一下一会儿 没盘就是后盘 有时候往往 不见得现在就是没动机 就后面没动机 也有可能会 有一些什么事情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什么 我确实也没什么可以说的 然后 基本上就开始上反应了 然后 明天我们讲座时再说 好吧 看一下晚上反应 然后到明天 如果有变化就想一想 没变化时能等下周 好吧 谢谢大家 那我们 明天见 明天我的讲座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时间都可以来听 谢谢大家 大家周末愉快 我 没有 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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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还有 没有 感谢观看